我们思想的观赏鱼,为什么有时候总是喜欢蹭钢? 蹭钢是不是生病的表现? 在我们日常维护中呢,会发现有的观赏鱼非常的喜欢蹭钢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这是鱼体出现了寄生虫的表现 那这个话对不对呢? 那这个就要分情况来辨别了 鱼体产生了外寂,通常鱼蹭钢就是为了把外寂蹭掉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察鱼的蹭钢次数来判断 鱼体表长的寄生虫,层钢的次数会频繁 一分钟三到五次,这种情况呢,那就肯定是有外寂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观察鱼体 有的寄生虫,我们肉眼也可以看到 这就更加的真实了鱼化外寂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解决的办法就不能像内剂一样 让鱼内服务帮了药物的饲料,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要用亚甲基兰药育,亚甲基兰呢,对付外寂就非常的好用 捞出来单独隔离治疗 鱼竿呈现蓝色,但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淡 中等颜色就好 给它要于一周左右,观察下是否还有蹭钢的现象 一般情况一周左右都没有问题 但是还要仔细的观察 同时呢,亚甲基兰对白点病也非常的好用 在生胃下炎作用都清除不了白点的时候 用亚甲基兰基本问题就不大了 那有的鱼呢,没有平凡的蹭钢,但是有时候还是能看到蹭钢怎么办 其实这种情况呢,就像我们人待着无聊 会看看电影,打打游戏来打发时间 那鱼没有这种娱乐项目,它也会无聊或者是兴奋的时候呢 除了到处乱酸,也就剩下蹭蹭钢这个运动项目了 所以只要鱼不是平凡的蹭钢都是正常现象 大家不用担心哦 好了,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开网主页找我 我们下期见了,拜拜